邱逸廷 資訊心理師 大家午安 我是邱逸廷 資訊心理師 今天跟大家談的這個主題叫做 為什麼社群媒體讓我們更焦慮呢 身為一個資訊心理師 我的工作大家也知道就是常常在聽大家 聽我的個案或是聽很多的人講 一些他們生活中很不愉快很不開心的事情 那焦慮是除了憂鬱的情緒以外 我最常在工作中呢 感覺到我的個案們感受到的 所以 除了這個社群媒體的主題呢 我們就先來談談到底什麼叫做焦慮 焦慮它其實是一個不安緊張跟憂慮的情緒 那個焦慮呢 我們除了有這些緊張的情緒呢 有主要有兩個因素會影響我們的焦慮 比如說一個原因是壓力 大家都知道當我們的壓力很大的時候 我們就會特別感覺到焦慮 所以很多時候呢我們會覺得焦慮啊 是我們生活中非常正常的一部分 那也有的時候呢它會是超過我們能力可以負荷的 比如說當你覺得你睡不好吃不下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焦慮跟緊張已經過度了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呢是個人的脆弱性 那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做脆弱性 比如說今天當你覺得你自己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或是你的心情最近不是很好的時候 很多時候呢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會因為一點小小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你超級的焦慮 所以呢 接著呢會跟大家談談我自己過去在生涯上面 所經歷的不同大大小小的焦慮 那因為我自己大學是念師範 師範體系的英語系 所以呢我畢業之後 我就發現我的同儕們 大家都是非常好像確定要去當英文老師這件事 那我大三的時候啊我就很焦慮 因為我就在想 我真的很不想要當英文老師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往哪裡去 那我其實有這一年的時間呢 在畢業前我都是非常焦慮的 那這是我遇到的一個很大的焦慮的狀態 那接著呢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在探索 我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之後 我就決定去報考諮商的研究所 那我考上的諮商研究所呢 在念的這個期間呢我更焦慮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發現我身邊的同學們 他們都好確定畢業之後 就是要去考諮商心理師 要不然大家就會覺得 不然你幹嘛來念諮商所呢 因為心理師是一個需要 諮商的研究所 碩士畢業學歷去考的一個職位 所以我當時呢在邊學習的過程中呢 我一方面呢又懷疑自己的能力 一方面呢又在想 我真的未來想要做諮商心理師嗎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所以當時呢我也非常的焦慮 那在我畢業呢之後 去做了心理諮商師的工作 大概三四年之後 我就想要出國去念書 那當時除了我自己很焦慮以外 我的父母更加的焦慮 因為他們就覺得 你這個已經試婚年齡了 為什麼不好好的想結婚生子的事情 然後還想要在那邊追尋自我呢 那當時你們就可想而知 我有多麼的焦慮 因為我不知道我做這個決定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的 或者是我的未來到底要往哪裡去 那相較於別人呢 你會發現我們很多時候的焦慮來源是因為 我們看到別人好像都很清楚的知道 他們想要什麼 可是當我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 以及我不知道到底會往哪裡去 這個時候呢這些不確定 都會讓人們感覺到非常的焦慮 那這個是我大概五年前到十年前的 一個焦慮的狀態 那跟我們現代的焦慮啊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一個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 手機跟社群媒體 那我這邊呢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表態 因為我每一場演講呢 我都非常的好奇 大家的選擇是什麼 如果今天有兩個情境 一個是你的手機快要沒電了 那另一個情境是你的手機忘了帶 那我想知道哪一個情境 大家會覺得比較焦慮呢 那覺得手機沒電會比較焦慮的舉手 好 好的 那覺得沒有帶手機更焦慮的呢 欸好像更多 好像我每一場都發現 沒有帶手機是讓大家更感到焦慮的 那我會去問為什麼 你們會覺得是沒有帶手機呢 他們都會說 因為如果手機沒電 你就跟別人借行動電源就好啦 或者是你就想辦法充電就好 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充電 可是如果我今天沒帶手機的話 我就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了 我的人生好像就一片空白 其實這是因為呢 手機啊現在已經在我們的生活中 變得非常的便利 可能 你生活中的各種瑣事 你可以想到的或許都需要用手機來操作 比如說你可能買票 跟朋友溝通 或者是付款 或者是各種你可以想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需要用到手機 那也是因為這樣呢 我們就會覺得手機是我們生活中 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沒有手機真的這麼的焦慮嗎 我自己呢也曾經因為沒有帶手機這件事很焦慮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自身的故事 去年啊聖誕節的時候 因為我先生是歐洲人 他是匈牙利人 所以我們去年就決定要回到匈牙利去過聖誕節 那在我們在匈牙利的一個月的期間呢 我們就想說我們想要去義大利 我們想要去義大利旅行四天 那我們就決定好之後呢 因為我先生他們家是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要從那邊坐火車載到機場去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我先生的家人就送我們到車站 然後他的家人離開之後呢 我就赫然的發現 我沒有帶手機 那很可想而知我當時有多麼的焦慮 我四天我沒有手機 我要怎麼火啊 然後我的先生呢那時候就跟我說 你有帶護照吧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包包 幸好我有帶護照 然後呢我的先生就說 沒關係因為呢沒有帶護照不能出國 可是沒有帶手機你還是可以出國的 那當下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是想要安慰我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被安慰到 因為我還是在緊張跟焦慮 我沒有這個我人生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要怎麼辦 但是呢在那個時候我也發現 這是一件我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沒有帶 所以呢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態 也在那個時候慢慢的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我就開始發現自己可以更享受那個當下 比如說可能我吃的食物 這些先生不是這些先生 這些照片呢都是我先生拍的 比如說我看到的景色 我遇到的人或者是我吃的東西 在那個當下對我來說 好像都更有感覺或是更不一樣了 那我自己回想啊 我自己有在歐洲幾次旅行的經驗 我必須說我這次意大利的旅行的經驗 對我來說是最印象深刻的 那我覺得非常大的差異是 我不會再看到食物 或是我在看到很美的東西 我就立刻先把手機拿起來拍照 對那我也發現是因為這樣子 我的專注力可以更放在當下去享受 我當下發生的那一些事情 或是當下發生的那一些 給我很美好感覺的這些情境 那如同我剛剛講到的 我的工作是一位諮商心理師嘛 所以憂鬱啊跟焦慮 是我們人們不管是心理疾病 或者是生活中最常見的兩種負面情緒 那壓力呢通常是造成你的憂鬱跟焦慮 症狀加重的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大家都會知道嘛 壓力越大的時候你就會越沮喪 或者是你會越焦慮 那社群媒體呢除了壓力以外 它也是加重我們在憂鬱跟焦慮上面 這兩個症狀上面呢更嚴重的一個 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在這幾年 那我就想用一個研究跟大家來分享 英國呢皇家衛生協會他們做了一個研究 那他們想要了解 就12歲到24歲的這些年輕人 人們他們在社群媒體上面 五大常見的社群媒體上面的使用 對他們的身心健康狀況有什麼影響 那他的研究結果呢發現 有91%的人都有在使用社群媒體 所以幾乎就是九成的人嘛 那他們也發現 在過去的這25年呢 人們過度的依賴手機 依賴社群依賴網路 對他們的憂鬱跟焦慮的傾向呢 也大大的增加了70% 也就是說當我們越依賴網路 越依賴社群 我們在憂鬱跟焦慮 這些影響我們心理健康狀況的這些情緒呢 也會變得更加的嚴重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研究結果 也想跟大家分享 他想知道 在這五個社群媒體中 對人們來說 最正面跟最負面的影響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 心裡有沒有什麼想法 哪一個是最正向 哪一個是最負向的 那YouTube呢 是對年輕人們來說 最正向的社群媒體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當他們在使用社群 當他們在使用YouTube的時候 他們覺得 憂鬱跟焦慮的狀況減輕了 只是唯一的缺點是 睡眠會不足 因為花太多時間在看影片了 那另外一個 Instagram 也就是我們常常在說的IG 是最負面的社交媒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 其實是因為 它是一個圖像化的社群媒體 當你把它打開 就是我們通常都是用手機嘛 你手機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它充滿了圖片 不論是別人的貼文 別人的現實動態 還是九宮格 全部都充滿了圖片 那這些圖片你會發現 通常都是一些 別人身材很好啊 或是一些很美好形象的圖片 那這些圖片呢 會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就是 我們會拿自己 跟這些圖片去比較 那也就是為什麼 這些年輕人他們會有很大的 對自己身體形象的焦慮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焦慮呢 加深了他們可能沮喪啊 孤單啊 或者是寂寞 這樣子的情緒 那接下來就是要談 為什麼 社群媒體 到底是怎麼樣造成我們的焦慮的呢 我想請大家呢 先試想一下 通常啊 你滑了社群媒體之後啊 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通常都會覺得 我過得比別人好 我覺得我的世界真是太美好了 還是你通常滑完之後 你會覺得 別人的生活怎麼好像都過得比我好啊 好像只有我自己過得很不好呢 那我剛剛談的這兩種情境呢 它其實都是一種社會比較 也就是說 你有一個基準點 比如說你今天 以一個 比如說工作的時間 或者是玩樂的時間 這樣子的基準點 去跟別人做比較的時候 你永遠都會覺得 別人的生活看起來好像都比較美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也比較常見的是 我們會透過這樣子的比較 會影響到我們 會思考同溫層 也就是我們身邊的這些 比如說你的同儕們 他們在做什麼 會非常的影響你 決定自己要不要用 自己要不要持續用社群媒體 舉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今天發現你的好朋友 在社群上分享了 他最近看的影集 或者他最近做的心理測驗 你會不會也有那種感覺是 我覺得我好像也要去做一下 要不然如果我們見面的時候 他問我說 那你的那個測驗結果是什麼 然後我就講不出來 那這也是一個 會讓我們 因為想要增加 跟別人的人際連結 所以我們就會 花更多的時間 在社群媒體上面 那第二個原因呢 只是忽略了現實 忽略了現實就是 我們常常看到一張很美好的照片 我們就覺得他的生活一定都是這樣子 非常的完美無瑕非常的好的 可是我們忽略的是 這一張照片會不會只是 他拍的最美的一張照片 其他的99張可能都是醜照 或者是可能 這就只是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呢 但我們常常都會以偏概全的覺得 別人的社群看起來就是比我們的好 別人的生活看起來就是比我們的美妙 那我想用兩個例子來跟大家做舉例 左邊的這個網路名人 不知道大家有 大家知道嗎 對我身邊的好朋友 幾乎每個人都跟我推薦他們 因為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是一個很有名的混血家庭 那他們的影片常常都會放一些 比如說孩子們相處非常開心的照片 或者是他們育兒之間的一些很有趣的小片段 那你試想 如果今天是一個在育兒的時候 覺得很辛苦的媽媽 她看到這些影片跟內容 她會有什麼感覺 她或許會覺得 為什麼別人家的小孩都這麼可愛 這麼乖 為什麼他們在顧小孩的時候 看起來都這麼的正能量 我為什麼每天都覺得 看到我的小孩我就覺得很憂鬱呢 這是有可能的情況 因為當你看到別人在育兒的時候 都是這麼的美好 就會更加重了你自己 在育兒上面的挫折感 那另外一個我舉的例子呢 是數位遊牧 數位遊牧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這幾年啊 非常盛行的一種工作型態 也是很多人覺得非常嚮往的一種工作型態 因為我可以一邊旅行啊 一邊賺錢 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美好 可是啊 當你們在看這一些數位遊牧的帳號 他PO的照片 他可能會PO他在各國旅行 非常漂亮美好的一些照片 但你有沒有想過 有可能他的下一餐在哪裡 或是他的下一個住的地方在哪裡 或者是他的薪水是非常不穩定的 這些在他的生活中 非常不美好的事情 他是沒有在他的社群媒體 向大家展現的 所以呢 這個有一句話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在Netflix 有一個很不錯的紀錄片 叫做Social Dilemma 他裡面講的一句話我非常的認同 他說 在社群媒體上 我們都只是商品 而注意力就是我們販售給廣告商的商品 你有沒有想過今天啊 你在看社群媒體的時候 你看的這些內容真的是你想看的嗎 還是他們引導你他們推送給你看的內容 所以你就去看的呢 這個也很值得大家去好好的思考 社群媒體對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是用主動的方式 還是我們是用被動的方式去跟它互動的 接下來呢我想要提供三個建議給大家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社群媒體的焦慮 那這些方式呢也都是我自己試過的 第一個是做出一些實際的行動 我不會告訴你說你就不要焦慮 你就不要比較 因為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我們只能提升我們的覺察力 當我今天感覺到我看了這些內容 我又感到焦慮或是不安的時候 我就把手機放下 然後告訴自己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在實體生活中 我很想做但是一直都沒有去做的 比如說跟家人吃飯跟朋友去旅行去看一本書 或者去上一些你一直以來想要上的課 記得在這個時候不要再把手機一直帶在身邊 或是一直滑手機 不然這樣就沒有效果了 那第二個是不要看別人在做什麼 不要一直在看別人在做什麼 而是試著找到自己的亮點 那這個實際上要怎麼做呢 如果今天你看到了一些內容啊 常常讓你覺得很不安很不舒服 會有比較的心態的話 那你就取消追蹤或是你就隱藏它 如果取消追蹤覺得很沒禮貌 你就隱藏它 那隱藏呢 只是為了讓自己不要在情緒一直受到這些內容 或者是這些人所影響 那當你可以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沒有那麼關心這些你不喜歡的人 在做什麼的時候 你才能把更多的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 第三個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決定自己想要看什麼東西 如同剛剛我說的那句我很認同的話 我們可以去思考我今天看的這個內容 是我自己選擇要看的 還是演算法推送給我 我要看的呢 如果我們可以有在選擇內容上 有更多的自主性 我們每一次打開YouTube 我們每一次打開社群媒體 我們就會主動的去Google我自己 不是Google 主動的搜尋我想要看的東西 那這就是代表 我們在使用社群媒體上 有更多自己的自主性跟主導性 所以最後呢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減少社群媒體的使用 減少跟別人的比較 那你也可以把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心力花在自己 還有你身邊重要的人身上 因為美好的事情 時間就要花在美好的事情上面 沒錯吧 沒錯 好 那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